好 仁俊你怎麼觀察民黨現在的檢討氛圍 我覺得現在檢討氛圍當然處在一個 就是大家還是不知道他們到底在檢討什麼 因為你把焦點放在高嘉瑜跟王世堅上面去 可是他們兩個是真正造成民進黨敗選的主因嗎 事實上他們兩個也沒參選 所以我覺得現在 王世堅有 王世堅126是高票過關 是啊 所以我就想就是說 他們其實並不是造成民眾 對於這個民進黨觀感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那我知道民進黨現在一個氛圍概是這樣 就是說他們沒有把這兩個人當成是戰犯 他們現在會推一個說法 就是說如果理念不同 那你就離開 不用踩著自己同志的屍體往上爬 這是他們現在對兩位的批評 但我覺得對外界來說會感受到一個狀況是 可能高嘉瑜比國民黨還可惡 就是高嘉瑜所講的那些話 某種程度上面跟國民黨罵的是差不多的 但是國民黨可以罵 因為國民黨是政治上的敵人 但是自己的人可能不能講這些話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民眾來講 那因為剛剛嘉瑜講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走在路上有很多人 就會給他擁抱或什麼 可是擁抱他的族群 到底是民進黨的支持者嗎 還是有一些是國民黨支持者 這是讓一些民進黨的那些 很深綠的那一些人 是覺得最不能接受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你看他現在整體的 這個氛圍上面來講 當然大家第一個看 剛剛講說是不是把這個戰犯 真正大家認為的戰犯 比如說林志堅 或者是剛剛說點了五個嘛 不知道誰誰誰這樣子 那我就回來看 就是說對林志堅的問題來說 林志堅要被處理到什麼程度 叫做民進黨處理的林志堅 也就他現在敗選了 他也退選了 然後他目前也沒有任何的職務 那大家大概focus就是說 你林志堅當時民進黨說挺他 民進黨說法是說 我挺他去捍衛他的權益啊 或什麼的 那現在要怎麼樣叫做解決跟處理林志堅的問題 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講 他沒辦法再往下走 所以他卡在那 但有一個變數叫做陳明通 也就是大家 剛剛比如說今天會提到就是說 你陳明通那一天在立法院裡面 因為國民黨提了一個案子說 你如果預算要過的話 叫陳明通道歉下台 然後預算才走 那陳明通當然講了一個叫做冤案這件事 我知道大家外界對這件事 會覺得說你陳明通幹嘛沒事 又把這個戰我挑講 我換個角度講好了啦 就是說他們三個人的論文 尤其現在因為這個余政王採用自訴的方式嘛 其實論文怎麼寫或怎樣 真的他們三個人自己心裡最清楚 那余政王拋了一些 他的律師有拋了一些 就是說他們去比對說 林志堅跟余政王之間 同樣或類似的地方 那余政王的立場是講說 那個就是那個余 林志堅抄他的 這是他單方面的說法嘛 那我知道陳明通他的邏輯是這樣 他覺得有些東西其實是陳明通那邊直接給 就是說比如說你那個什麼 什麼操作性定義或什麼的 其實是老師給你的 而不是你自己寫 但你拿來句子去指控說 你的林志堅就是抄你的 他認為這上面的東西是不是 所以你看那天 那個陳明通講了一句話說 他有把一些論文的資料給了曾明忠 還有給了國民黨立委看 他們都知道 所以陳明通講的那句話是很有趣的 就是說他為什麼特別說 我知道其實當時國民黨的立願黨團 有找陳明通去說明 那他有帶了一些資料過去 但重點在於是 你看過嗎 沒有 在座誰看過 就是當大家對這些資料 其實都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就是你可能對你來說 你認為是邏輯是這樣 可是對很多民眾來講 你也沒看過這些 你也不覺得是怎樣 的時候你突然又趴了一個說 他就是一個冤案 所以我不能接受 你要我怎麼樣 我不能 我覺得那個對很多民眾來講 他是很難理解的 所以我回來講 就是說我比較這樣勸民進黨 就是說不要覺得 按照過去的邏輯來說 只要到總統大選的時候 民眾會比較傾向給民進黨 因為他們其實過去幾次 鐘擺了這樣的概念來說 我能然認為民眾傾向 這個挺賴清德 我能然認為台派在台灣是比較大的派 我能然認為剛剛李正浩之所以 會說民黨有三個包袱 李正浩是很理解政治氛圍的 因為那三個包袱真正卡死的 要買單的人是賴清德 所以李正浩才會點明民黨 黨內的三大包袱 就是說在台灣統派的市場很小 其實國民黨的統派壓力事實上不是大盤 是一個相對小的盤 可是中間的盤 我認為他會被錯綜複雜的要素 去干擾他的投票行為 對 但是在過去幾次 你們看到就是說民進黨在 就是民眾或許在總統大選裡面 給了民進黨 但是在立委的部分也同樣給 那我們回來看的是 2024的時候 即使民進黨可能認為 好 我賴清德是有這樣一個勝算 那你其他的立委有機會像過去一樣拿到嗎 我認為不會 對 我要講的重點其實是這一個 就是說你看到過去的盤是 我今天贏我就這個都拿走 但你現在如果看這整體的氛圍上面來說 我覺得剛才踢爆 另外踢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行政部門在過去的那一段 大段時間是這樣的時候 那很多民眾其實會回來思考的是 那我給你立法院的絕對多數的意義在哪裡 如果我沒有任何的意義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裡面給你那麼大的一個權利 所以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講 他現在回來看的是 賴清德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他怎麼樣說 好 即使民眾可能比較喜歡你 那然後呢 我喜歡你不代表 我願意給你其他的人 就是這個分裂投票的情況 很有可能在接下來這個狀況 它是會發生的嗎 我認為會發生 而且很複雜